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我是李宝善 一字财经新闻 港官连升三日后回落超过300点 科技股拖低大市 恒指低开后无奈最多跌近400点 下市100天线有支持 售市部24656点 跌309点 成交缩减至1243亿 腾讯被大行上目标价 股价跌1% 阿里巴巴下挫6% 失手120元 连同美团以及小米 四只股份合共拖低行指近200点 网易旗下游戏租投诉引发风波 股价跌7% 是表现最差蓝筹 据报苹果公司计划在秋季发布会 推出历来最多产品 但手机设备股仍然向下 瑞星连跌8天 再跌至超过9年的低位 8日累计下挫2.2% 汽车股沽压比较大 长期去年业绩差过预期 股价跌6% 吉利和比亚迪跌3% 禁锋里业新厂房即将投入营运 股价亦升7% 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信达的高层 加入恒大董事会 加上有全广东省3月前公布 恒大债务重组的框架 恒大股价升近4% 亚居落出售项目股权比国企套现 股价升7% 用创中国4年升后回套近6% 白贵亚太再升2% 是表现最好蓝筹 中移动获母公司增持A股 H股股价升2% 至近9个月的收市高位 个别地产股做好 新世界再升1% 华保国际主席朱林瑶 涉嫌违法接受内地调查 股份急卸66% 新东方发行警 股价跌半成并且创新低 新东方在线中期亏损收窄 股价升1% 国泰航空预计去年亏损收窄 但下个月起现金消耗增加 亦都要支付美元债利息 和优先股股息 货运需求强劲 加上持续控制成本 国泰航空预计去年亏损大约56亿元至61亿元 较前年的216亿元少 上个月载客人次按年增加超过一倍 载货量也升1.2 但全年计去年载客人次按年减少8.5% 客运运跌6.1% 载货量按年微升0.1% 有约130万公吨 但货运运跌近1.1% 政府收紧基组人员的检疫要求 国泰今个月只能够 營運低约疫情前2成的货运运力 和2%的客运运力 如果情况持续 下个月起现金消耗增加 每个月消遣10亿至15亿 它大概有300亿可动资金 所以简单的一条数 它们可以在二十多三十个月 都可以维持到经营 当其他地区开始能够复苏 而国泰仍然在一个零容忍的政策下 对它在船头航空业的竞争 是在一个比较不利的状态 前年政府已认购优先股 和提供贷款的方式 向国泰注资 国泰下个月需要派近3亿元的优先股股息 但去年已延迟派头两次的股息 涉及超过5亿8千万 另外集团期下一筆2026年到期 票面息率4.875厘的美元债券 下个月终有3100万美元利息到期 学者认为过太现时流动资金较为稳健 但航空业或者要两年后才全面复苏 假使集团才能够确保有足够的还款能力 无线电视记者张雪亭报道 东方海外国际上季收益按年增长一倍 有超过48亿美元 创季度新高 其中亚洲和欧洲航线的收益按年增长两倍 大西洋航线收益升超过九成 但航线网络严重涌失 导致总载货量按年跌近1成7 运载力减少1成4 每个标准商平均整体的收益按年增长1.4倍 至于集团去年全年总收益录得超过一倍升幅 总载货量按年增长1.7% 每个标准商平均收益按年增长1倍 中国恒大董事会有变动 国企信达董事长加入 雅居乐就出售项目股权给国企 套现超过18的元1万币 出现财务困难 准备债务重组的中国恒大董事会有变动 新兼恒大汽车董事长的恒大执行总裁 邵恩获委任为执行董事 国入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 董事长梁森林获委任为非执行董事 賴立新和黄延贵辞任执行董事 但会留在集团工作 已经确认和董事会没分歧 恒大上个月成立的风险化解委员会 也有成员来自信达 金融资讯商REDD上星期五报道 广东省政府已经大致敲定恒大的债务重组方案 包括出售资产给国企牵头的投资者 还有出售香港上市的恒大汽车和恒大物业 目标是3月初公布 据报恒大主席许家印最终会没了所有持股 也要离开公司 另一家内房瓦居乐 就出售资产套现 将相绝项目广州亚运城 持有的超过两成六股权 卖给合资伙伴国企中国海外 初步作价超过18亿元人民币 预计录得近7亿元人民币收益 财联社引述知情人士说 持有亚运城另外两成六股权的世贸集团 也都正是欺商出售持股给中海外 世贸上个星期五 已经以超过10亿元人民币 出售上海地皮给上海国资委 法巴资产管理预计 内房某程度已经实现去杠杆 估计行业可能迎来重大政策宽松 几个月前开始已经转为看好 但摩根士丹利仍然担心 内房的债务违约问题 加上内地企业股本回报率下跌 形容中资股红市美元 恒生指数今年目标只是25000点 和现水平差不多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显报道 近封利业公布去年的业绩预告 预期顺利最多增加4.36倍 有55亿元人民币 公司说随着新能源汽车 和寸能行业的快速发展 客游客户对利盐需求快速增长 带动公司的利盐产品销量增加 价格亦不断上升 公司说铝电池的板块 新建项目陆续投产 产能逐步释放 令利润按年练得增长 另外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 产生的公运值变动收益 令公司非经常收益按年上升 腾讯有份投资的 内地网上汽车服务平台 淘虎仰车提交上市的申请 根据港交所文件显示 淘虎仰车上市联值保证人系 例如高盛、中金、美银证券和税银 早前有外电报道说 公司可能今年来到香港 集资3亿到4亿美元 相当于最多31亿港元 文件显示 截至去年9月底 公司的旗舰应用程式 淘虎仰车 和网上界面拥有7,280名註册用户 截至去年9月底指的12个月 交易用户达到1,390万名 按年增加3成半 坦澳洲故事最新的表现 倫敦富士100指数跌86点 巴黎Cat指数跌125点 德国Dex指数跌279点 本港新增109宗新冠病毒个案 98宗属于本地病例 当中有5宗源头不明 初步确诊就有大约100宗 而葵冲村的疫情继续扩大 新增最多个案仍然是需要居家隔离的 日葵楼和影葵楼 分别是多27和33宗 另外8座楼宇合计有9宗 葵冲村疫情继续爆发 经历多日围风行动 病例数目仍未压止 最先白发疫情的日葵楼 至今共8个单位近150人染疫 3日后 蔓延去到斜对面的影葵楼 至今近50人中招 一日后轮近的小葵楼 雅葵楼同样失手 Omicron传播速度快 一星期之内 葵冲村里有12栋楼有人确诊 至今一共出现超过200宗个案 除了日葵楼和影葵楼 居民仍然要禁足 其他助数在维风强检或者强制检测之后 居民都可以自由进出 当局解释 为什么不需要全村居家隔离 控制的措施 当然要看看这两天的个案的终数 究竟会不会有下落的迹象 因为都是有潜伏期的情况 也要看看强制检测 或者维风会不会有新的个案 是否真的一个大爆发 或者再决定 这也是要平衡公共卫生的情况 和其他因素 当然我希望市民尽量忍耐 都知道会影响大量不变 还有雇主也希望他们两解 也不希望雇员回工 在工作地方引起爆发 东哥说Omicron个案可以几何识上升 但根据目前的确诊数字 认为已经有一定控制 Omicron的传播性非常快 还有潜伏期很短 一两天甚至很快 所以我们预期如果真的有传播 其实真的会几何识地上升 暂时也正在上升 不过就未见到好像我们预计那种 可能是有机会他们 大家就停了一停 可以保持了大清洗 有各样的 希望它可以下来 而葵冲村的疫情继续向外蔓延 早前一个住在影葵楼 在盛利道地盘造业的工人染疫 地盘出现爆发 多八个工人确诊 武士兵士记者 刘俊玉报道 仍然被禁足的日葵楼和影葵楼 垃圾堆积问题未完全解决 部分居民亦都因为村里面的疫情 工作受到影响 葵冲村爆发疫情 政府说居民如果在高风险地方工作 可能有机会传播病毒开去 呼吁他们不要上班 有做长者服务的居民说 暂时不用上班 因为我们那些是社福机构 都是跟公务员的制度 有居民想回都没得回 他地盘不让我们进入 因为他是中村说不让我们进入 所以就回来了 亦有做室内装修的居民 索性提早收路 没有了入息 这几天都是预计的 都不担心得那么多 没办法 香港人要大家互相团结 大家一起做好它 对抗疫情 至于居家隔离第四天的日葵楼 有居民投诉不少楼层出现垃圾山 有工作人员早早到日葵楼 和同样要禁足的影葵楼混走垃圾 运房局说垃圾已经清走 但是有居民说问题仍未解决 有人未将垃圾袋包好的 空缘缘外露在走浪外垃圾 大家可能都是天福奇 不知道大家安全没有病 如果清出来的垃圾 你又不包好 不处理妥当的话 其实都很容易散播出去 可能早上清一次 夜晚清一次 其实可能比较离伤 居民营要按指定时间 下楼做检测 有人担心更容易受到感染 最好上去检测 不需要每天排队 这样更安全 现在这样更不安全 卫生防护中心回应说 相关部门已经尽量减低 居民排队检测的交叉感染风险 提醒市民要保持个人卫生 和注意社交距离 母先电视记者扎蕊文报导 新增五宗源头不明个案 其中两宗在黄大仙区找到 当局担心区内有人应传播 而黄大仙豪苑一座 和大窩口村富强楼 华以有垂直传播 黄大仙区有两宗源头不明个案 一个49岁 在凤凰新村一间发型屋 负责洗头的女人 华以感染Delta变种病毒 她住在深水埗庆丰大厦B座 去过黄大仙池外面做检测 黄大仙豪苑一座医单位 一个75岁男人确诊 华以带有Delta变种病毒 和大厦同坐向 另外有一宗确诊 和一宗初步确诊个案 其中一个人家里洋过仓雪 当局怀疑大厦出现垂直传播 我们在一些污水检测 就在黄大仙区都见到 除了我们刚才说 在污水里面有Delta 和有Omicron 可能我们刚才有些个案都是Delta Omicron暂时都不是很多 所以其实我们都怀疑 那区都是有一些隐性的传播 那区的居民就希望 就是要留意和去做检测 一个13岁就读英皇坐治五世 賀文田婚后的男学生 他住在东涌南天海岸陆座 也都暂列源头不明 他之前去过屋苑平台玩 这里也有患者曾经来过 当局会调查他们是否认识 剩下的两宗源头不明个案 包括一个住在荃湾花圆 荣华国的55岁男人 和一个住在葵方村葵隱流的53岁女人 政府专家顧问袁国勇 还在下午去过大窩后村富强流视察 说大厦再多一个人初步阳性 和之前确诊者住在同一座向 但是不同流程 怀疑大厦有垂直传播 早前长沙环政府合处10楼劳工处 一个保安员染疫 最新再多两个同事确诊 至于当局早前公布 在旺角I love rabbit 买回来的一只仓雪 让本呈阳性 它的主人未有染疫 无线电视的质量 启申报道 立法会大楼下个月16日开始 亦都会推行疫苗气泡 未接种手劑新冠疫苗的秘书署职员 是不准返回秘书署办公地方上班 并会被视为擅自缺勤处理 除了秘书署职员之外 疫苗气泡的安排 亦都包括议员和他的职员 政府官员 传媒代表 访客 外判服务承办商的职员等等 他们必须以接种手劑新冠的疫苗 只可以进入综合大楼、中信大厦 和金钟政府合处的办公地方 只有持有有效医生证明 不适宜接种疫苗的人士 和人妇才可以获得豁免 我想强调 立法会是肩负了独特的献制职能 我们有责任去确保立法会 它不会因大楼使用者感染而无法运作 否则会影响全港市民 国际方面 日本疫情未有缓和迹象 新增2万多宗病例 再多18个地区计划提升防疫等级 而澳洲的新增确诊显着回落 但死亡病例就上升 日本东京都单日再多超过8千 获北京政府批准 微信所属的腾讯公司发声明 指事件涉及帐户拥有权的狡分 强调会根据社交平台的规定处理 在北京外交部就说 这是澳洲政客和微信之间的事 不作评论 莫里逊的微信公众号帐户 2020年也曾被展外 用违反规定一度被关闭 当时澳洲和中国 正因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网上发布一张奉刺澳洲军人 为阿富汗平民架插画 而掀起外交风波 无线电视记者与明珠报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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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